上述我讲到的这四点内容呢 我一共从巅峰时期75公斤开始 瘦到最轻是52公斤 因为女生不管何时何地 都在跟自己的体重做抗战 想来想去最后我整理出了 我那个时候做了什么事情跟改变了什么 出来跟大家分享 不想要废话太多 但是在进入影片正题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接下来的内容都是我自己比较主观的意见跟想法 有的人可能觉得有效 但有些人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重点还是要看自己个人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自己觉得OK的方式来执行 现在的画面看不到 但是旁边呢我放了几件 之前我还是胖妹妹时期的时候穿的裤子 但这些呢并不是巅峰时期 75公斤时候穿的 算是到了后期有瘦下来一点之后买的 但是现在对我来讲还是很大件 75公斤那时候穿的裤子 基本上都已经进回收桶了 本来是想要找照片给大家看 但是 人在胖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要拍照 我一张胖的时期的照片都没有 裤子的部分会留着 纯粹就只是因为我念旧的关系 不想丢掉 这些也就变成了我今天拍影片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看的一个依据 这件黑色短裤的部分 我让你们看侧边画面 它是完全没有贴合的 穿一穿就是也会一直掉下去 减肥的期间做了什么事情 第一样是这个 那个时候是先借宵夜 之后再慢慢的把零食借掉 因为你两样东西一次直接砍掉的话 我跟你讲那真的是会死人 一瞬间就不吃那些东西的话 真的很痛苦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在宵夜的时间 都吃什么东西 基本上你们画面看到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不应该在宵夜时间出现的 热量就是超高超恐怖 顺便再跟你们讲一下我自己吃的量 以刚刚上述画面看到的披萨来说 我在宵夜的时间 一个人大概可以吃6片到7片左右 汤脚加供丸的部分呢 水饺下下去一定是10颗以上 那供丸的部分至少也要5到6颗 最后再把汤全部喝完 这样才会有饱足感 刚开始在执行的时候 你真的会很痛苦 这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方法 你只能够拿出你的意志力去跟它对抗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脑袋里面想着说 不会啊我现在只要吃一点点就好了 以前我吃很多嘛 那我现在只要吃一点点 这样子应该可以吧 当你有这个念头 其实你一点点吃进去之后 不知不觉你就会一直继续吃 然后就会放弃减肥 觉得减肥非常的痛 我记得前两个礼拜真的很痛苦 因为你每天都在跟好吃的东西做拔合 但后面你只要让身体习惯之后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尤其是你在看到你自己的体重下降的时候 你真的是觉得当初的忍耐都值得了 在开始减肥之前呢 我是没有在喝水的 字典里面就只有饮料两个字 尤其是手摇杯 像什么多多绿茶啊 珍珠奶茶啊 什么抹茶红豆啊等等等等 都是一些非常好喝的饮料 喝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但是伴随而来的就是肚子上面 会直接有一圈有两圈 那个时候 我自己看到都觉得很傻眼 那把饮料换成水的部分 基本上我是慢慢来啦 我没有办法一次直接把它替换掉 我自己的过程是从高热量的饮料 先换成无糖的茶 那茶的种类其实我喝很多 不管是绿茶红茶乌龙茶 只要无糖的茶我都ok 喝习惯之后呢 你再去跟开水做交替 刚开始喝茶的时候 我还会选那种什么油切啊 还是什么去籽之类的 可是这个东西你长期喝下来 其实很伤荷包 所以到后面呢 我就干脆直接到卖场去 他们不是都会有卖那种 一大盒 然后里面是茶包 你就自己泡来喝 它的量很多 而且价格又很便宜 这一点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基本上你在喝茶跟水的时候 一天要喝的量至少要2000-3000cc 这样才可以把身体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 加速的代谢掉 对身体也比较健康 三餐饮食的部分呢 并没有特别的去告诉自己 说什么东西不能吃 像别人说什么饭面 面包含碳水化合物的东西 都尽量不要吃 我如果之前这样子上班 不吃那些东西的话 我可能会 我并没有太在意 一定告诉自己不能摄取这些东西 只是我在吃比较油腻的东西的时候 我会把不该吃进去的东西挑掉 比如说像是炸鸡的皮 那时候是非常时期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的皮挑掉 就是只吃里面的肉 或者是羹汤 浓汤之类的东西不要喝 因为有勾芡的东西 热量也都很高 现在也是偶尔会吃啊 因为不像之前一样 还是会想要满足自己的口欲 所以这些东西会吃 只是吃的比较少 那我在体重遇到瓶颈没办法下降的时候呢 就会把吃饭的时间稍微做一下调整 之前有听人家讲说 在8点过后不要吃东西嘛 那我那时候也是照做 后来又有人讲说 6点过后不要吃 我也一样把时间调整成6点 之后在网路上又有看到人家讲说 最好是4点过后就不要吃东西 所以呢 我又把时间往前挪了2个小时 反正你在网路上面可以找到的方法 我几乎都已经试过一轮了 当你感到肚子饿的时候 就是喝水跟喝茶 慢慢这样子控制之后呢 其实体重就有突破那个瓶颈下降很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减肥的时候青菜一定要多吃 因为你一定要补充纤维 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国中有一段时期是很喜欢打篮球的 但是后面因为脚扭伤 那一次还蛮严重的 之后就没有再接触过篮球了 到了后期我的名言几乎就是跟明云姨一样 能坐着就不站 那能躺着就不坐 反正就是懒到一个极致 连我妈都不知道要怎么讲我 所以会胖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现在脑袋里面浮现的一些运动 基本上我也都做过 但是都维持不久 就会觉得很痛苦很累 不想做 然后出去一下流汗很讨厌什么什么的 这些都是借口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真的不想动 我自己是属于宁可少吃 也不想要出门运动的那种人 反正就很懒啊 最后有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运动就是油痒 因为网路上面都会有一些现成的影片 像是郑多燕的那种影片啊 有时间的话会跳到一个小时 那没有时间的话就是动个30分钟 这个算是有持之以恒下去的运动 维持上述我讲到的这4点内容呢 我一共从巅峰时期75公斤开始瘦到最轻是52公斤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52还是胖 要瘦到40几的话才算是瘦 但是以我自己的身高163来算 我其实胸前的肉 这样子一只手拿出来算是不够的 有一些重量是分布在哪一个地方 当然我用这些方法在瘦身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减到罩杯的部分 我有好奇到网路上去查 他们说只要你减肥的话 都会少1-2个罩杯 但是我没有 减肥会减掉罩杯对我来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那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像这样子的状况 至于最后大家还会好奇说 有没有腹胖的这个问题 答案是有 因为作息时间不正常 再加上代谢会随着年龄的关系越来越缓慢 那个时候就有一路到五字头的车尾 几乎已经看到车尾灯了 那现在的话就会平均维持在中间 正负两三公斤左右这样子跑来跑去